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 在上集节目中 咱们给各位说到 为人清白正义的钱莫银竟然被日本人给抓走了 一时激起千层浪 小羊圈胡同顿时人人自危 但是惊慌愤怒之后 大多数人也只能忍气吞声 继续活在日本人以及日本走狗的欺压之下 可是那天 钱先生突然回来了 那一天 小羊圈胡同的住户们格外疲惫 因为他们刚刚发完两场丧事 先是送走了钱莫银重病去世的大儿子 接着又送走了他因悲痛过度而一头撞死的老娘 这好端端的一大家子人 现在只剩下个身怀六甲的大儿媳妇 大家伙原本以为钱莫银多半是有去无回 于是大老远把他的亲家公金三爷给请了 希望金三爷可以留下照顾自家闺女 好为钱家护住这根毒苗 当时已经夜深 月光洒在胡同里亮得很 齐家长孙齐瑞轩正在钱家帮忙 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回头一看 哟 好像有个人栽倒在院门口了 他跑过去瞧了半天 仔细辨认这 这不正是钱先生吗 当时钱莫银脸上已经没了肉 只剩一层松垮垮的黑皮 太阳穴附近有烧焦的痕迹 但夹壳已经坚硬脱落 看来受伤已经有了一段日子 昔日平静睿智的双眼 此时间早已经没了神采 干裂的嘴唇微张着 里边一颗牙都不剩 身上就更加糟糕 现如今已是冬日 他却还穿着刚被捕食的那身 粗布单挂 脆弱的布料 经不起日本人的毒打 早就变得破破烂烂 而那些伤口有些肿得厉害 有些污秽不堪 有的还在往外渗着血 读书人的体面和素敬 早已经烟消云散 此刻的钱莫银 看起来就跟那游街示众的死刑犯 没什么两样 可他为什么突然回来了呢 大家伙不知道 钱先生自个儿也不知道 在狱中被严刑拷打的时候 他咬紧牙关 绝不求饶 打算豁出自己这条老命 跟日本人死磕到底 没曾想 日本人竟然还看不上他这条命 那看不上正好啊 钱莫银心想 与其白白死在狱中 还不如留着这条命 真正参与到抗日活动中 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为家也为国 出那么一口气 钱莫银立志报国的决心 激励了小羊圈胡同里 那些早就蠢蠢欲动的抗日之心 可是谁都没想到 第一个应声而起的 竟然是冠家的小妾 那个唱奉天大鼓的戏子 尤同芳 旧社会里坊间有这么句话 说什么 婊子无情 戏子无义 呸 尤同芳虽然是个戏子 可绝对是个有气节的人 他出生于东北 那是一个早就被日本人占领的地方 即便离开家乡这么多年 尤同芳也一直记得沈阳的小河样 记得生活在那的乡亲们 所以他一直关心国家局势 他知道只有中国胜了才能收复东北 而他才能回到老家去 这样的小妾在冠家自然是个义赖 不过他和冠家大小姐高帝倒是很合的来 之前咱们说过 高帝因为得不到父母喜爱 反而没怎么受家风邪气的影响 这俩人凑在一块 竟成了朋友 刚开始 他们对冠家夫妇的做法是敢怒不敢言 更不敢走 因为高帝当惯了大小姐 不愿意轻易接触外面的世界 而尤同芳子自认能力低下 这除了唱曲啥都不会 所以俩人只是在无往的抱怨 互相诉说生活的苦楚 可现在尤同芳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了 这事还得从钱莫寅说起 钱莫寅死里逃生之后 开始在街头四处游说人们抗日 他历生痛斥日本人的恶行 宣扬抗日的必要性 企图唤醒沉睡的国民 尤同芳也在一旁听着 这时间一长 也萌生了一些亲自参与抗日的想法 但是想归想 要真去做他终究还是不敢的 另外他自认学识低下身份又卑微 压根配不上钱先生说的这些高尚的事情 钱莫寅看出了尤同芳的犹豫 非但没瞧不起 反而以温和中肯的态度告诉他 除奸承报是我们的责任 尽管你是个唱古书的 做姨太太的 但也是个中国国民 是国民就必定能够做出点有关于国家的事 这话虽简单 但一下子浮去了尤同芳对自身身份的考虑 于是他毫不犹豫的加入到了钱莫寅组建的抗日小队当中 俩人一块谋划 打算就拿日军最近筹备的议阵游议会下手 这个议阵游议会其实就是个戏曲联欢会 由于中国军队死活不投降 北平人的反日情绪也跟着越来越浓 所以这日本人就想着用锣鼓的喧嚣 营造出一种太平盛世的假象 好让这些每天喊打喊杀的中国人放松警惕 觉得现在这小日子也挺不错的 这事谁来操办呢 巧了就是冠家 冠小和为了讨日本人的欢心 不仅把二女儿招地派去学戏曲把事 还四处游说 想把北平里的那些名角都给请来 游同芳说 到时候自己肯定也得跟着去 那他就可以颤着热闹 偷偷地把钱莫吟给放进去 俩人一个在剧场前 一个在剧场后 当本子一唱到高潮 就齐齐往台下扔手榴弹 反正能来看戏的 那不是日本人就是汉奸 炸着一个算一个 怎么着都不亏 这计划倒是挺好的 可到了游议会当天 出了大岔子 一个日本军官 不好好坐那看戏 频繁调戏人家唱戏 那女戏子不勒搭理他 他竟拔出枪相向 冲戏子的胸口开了一枪 就在这一枪射出之前 游同芳刚和钱莫吟打好手势 俩人一块扔出了手榴弹 戏子这一中枪 游同芳想也没想 便扑向前去 想把他从台上给救下来 可人的速度 哪能和炮弹相比啊 还没等游同芳捞着人呢 那两颗手榴弹 咕嗡咕嗡的就炸开了花 一时间台上台下血肉横飞 吓得日本人肝胆剧烈 可能有人就得说了 这游同芳死的不值啊 确实 游同芳是死的不值 每一个因为战争而死的人 都不值 如果没有这场侵略 谁不是好好过自己的太平日子 但他的牺牲 一定程度上震慑了日本侵略者 让他们看到一个普通人 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勇气 再说到钱莫寅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死里逃生的人 他能做的 就是继续唤醒更多沉睡的人 唤醒一个游同芳后 再唤醒无数个游同芳 将他们拧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去进行更有组织 更有计划的反抗 游同芳一死 冠家及其从众 也开始纷纷倒台 在日本人看来 迟迟不肯投降的中国人 总是不能尽信的 哪怕他们这会儿 因为势单力薄 而暂时臣服于日本人 早晚有一天 那也得找着个机会 可着劲的报复 出了人命的游议会 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 日本人是要找出这件事的 背后主谋 以敬效尤 他们先是从死人堆里 翻出了游同芳的尸体 很快调查出 这人是冠家的小妾 那小妾形势 丈夫能不知道吗 不能啊 那无关无绝的 丈夫形势 给日本人卖命的 正房大尺包 能不知道吗 自然也不能啊 结论一出 日本人雷厉风行的 逮捕了大尺包 这下 冠小河慌神了 失魂落魄的四处求人 希望太君们知道 自己那是大大的良民啊 冠家对太君那是忠心耿耿啊 大尺包那是冤枉的呀 可谁知道 麻绳专挑戏处断啊 冠小河奔走一天毫无结果 回家之后还发现 日本人把他家炒了 那仆人们纷纷散去 两个女儿 二女儿招地不知去向 大女儿高地 站在门口等他 模样甚是凄惨可怜的 但是他不肯放弃 和别的汉奸不同 这冠小河呢 是真心的爱日本子 他觉得只有日本人 给了他想要的身份地位 和荣华富贵 即便被抄家 他也满心希望 日本人能喜欢他家的 那些大小姑娘 哪怕寒冬腊月的他和女儿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他也真心祝愿 现在待在他家的日本人 能满意这套 他精心打理了数年的宅子 因为只有日本人满意了 他才有可能重新 博得他们的信任 冠家也才有可能 从这种糟糕的境遇中 被解救出来 当然了 这只是冠小河 一厢情愿的想法 同时 家破人亡的高地 可不能狗同这种窝囊 由同方的壮举 让他醍醐灌顶 家人的遭遇 又让他痛彻心扉 这个从小享福的大小姐 终于明白大小姐 是世间最无用的一个身份 既不能保家 也不能卫国 甚至连阻碍日本人 强占自家的房屋都做不到 于是他痛定思痛 安顿好冠小河后 走上了独自谋生养家的道路 他定要让父亲好好看看 在中国人自个儿的地盘上 究竟要怎么活 才算唐政和厂量 说完高地 咱还是得说说 冠家二女招地 他到底干什么呢 他在力挽狂澜 事是这样的 大吃包被捕后 招地唯恐荣华富贵 会永远消失 所以啊 想在形势尚未大变之前 赶紧把妈妈捞出来 前段时间 招地跟着妈妈管理妓女 别的没学着 利用姿色在男人身上 牟利的本事 倒是练得炉火纯青 所以想要救妈妈 自然得用上自己这身好本领 一开始啊 他想从中国男人身上下手 可是放眼望去 周围的这些中国男人 要不就像自己老爸一样 没关没绝 要不就是怕大吃包牵连到自己 不敢出手相助 比如李空山 那个帮他妈 落实所长位置的特高克克长 本来这人一直寄予招地的美色 可就在大吃包出事不久前 李空山因为逮捕反日分子不利 给撤职了 这会儿 虽然影响和声名犹在 却是断断不敢再生事端 再比如蓝东阳 那个和冠家交好的新民会成员 之前啊 一直仗着新民会给日本人办事的威风 在他们家是狐假虎威 这会儿大吃包出了事 蓝东阳袖手旁观不说 还直接闭门谢客 老实说 他巴不得大吃包憋出来 因为妓女管理所所长的职位 他也规觎着呢 最终 招地只能从日本人身上下手 他潜入日本特务营 用自己的美色做诱饵 希望可以接近掌管妈妈案件的人 结果 妈妈没见着 反倒被特务营的人看上 把他招进去 当了个入门级的特务 专门逮捕那些有抗日行为的中国人 龟缩在齐家的冠小河得知此事之后特别兴奋 迫不及待的告诉了和他一样落魄的齐家二孙子齐瑞锋 或许大家还记得 瑞锋之前通过关系在日本人的教育局那混了个科长 所以和大哥瑞轩闹得很僵 家也不呆了 直接分了出去 独自享受自己的荣华富贵 可谁曾想这屁股还没坐稳呢 他的科长就被更有关系的人给顶走了 没了收入的瑞轩 不得不重新回到齐家蹭饭 正好又和冠小河变回了邻居 招地当了日本特务之后 俩人如释重负 一致认为 有了翻身的希望了 所以这逢人炫耀自己的女儿和朋友 那是给日本人办事的 见了日本人 那更是百般殷勤 要不是招地身份敏感 不方便透露 这俩人简直恨不得 把招地的照片糊脸上表忠心去 只可惜人日本人不吃这套 反而对这俩人过分的热情产生了警惕 二话不说 把人抓进牢里严刑拷打 在这个过程中 瑞锋因为身体底子差 一命呜呼 灌小河虽然仗着平时优越的保养 勉强挺了过来 却不幸落下了病根 某日在街上 因为脸色太差 竟然被日本人认为是换了利纪 直接给拉到郊区 活埋了 偌大的灌家 无尽的风光 就落了这么个下场 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哎 什么 您问大尺包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着啊 在一众人毫无目的地四处奔走时 大尺包早就死在了牢里 不是被人打死的 也不是被吓死的 而是像条发烂的抹布 一个人默默地烂在了监狱的角落里 因为日本人把他抓进去之后 就彻底把他给忘了 连个提审的人都没有 大尺包日夜呼救 时间一长 心力交瘁 就咽了气 所以说 在危险来临时 选择对敌人俯首贴耳 就一定能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吗 当然不是 日本侵略者想要掠夺的是每一个中国人 只可惜 奴才嘴脸的冠小和看不明 追名逐利的大尺包 不屑于明白 而稀里糊涂的招地和瑞丰 是想明白也明白不了了 在国家大意下 他们一步错步步错 最终 还是将自己推向了无尽的深渊 清清白白的钱家 只剩下了钱莫银和儿媳妇两人 声名郎吉的冠家 也只留下了两个闺女 抵抗的死 不抵抗的也死 那么像齐家这样想抵抗 但是碍于各种原因又不敢抵抗的观望派 结局又如何呢 大家知道 所谓四世同堂 说的就是齐家呀 作为小羊圈胡同最大的家族 齐家一共容纳了四代人 分别是最年长的齐老爷子 他的独子齐天佑 三个孙子 瑞轩 瑞丰 瑞全 还有瑞轩的两个孩子 在北平动荡又恐慌的这么些年里 齐家孙辈的瑞全 只身出城抗日 至今生死未卜 而好意勿劳的二孙子瑞丰 因为贪图虚名 死在了日本人的棍棒之下 如今四代人虽全 但也是缺胳膊少腿楼 曾经的当家人齐天佑 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随着长子瑞轩的成家立业 天佑的重心逐渐从家里 转移到了他经营的布铺上 心想着 家里的事有孩子们照料 自己只要能保住这个铺面 赚上些钱 家里的生计就始终有人撑着 可自打日本人进了北平 布铺的生意是每况愈下 进货的渠道窄了 有能力来买布匹 做新衣裳的人也少了 眼看着就快要难以为继 日本人竟然又想出了新花招 他们搞了个搭配进货法则 具体来说就是 进一账筹段 必须得搭配着进一双胶鞋 进一账布 也得同时再进一个别的小玩意 这么一来 日本人既可以从商户那 赚着商品的钱 又可以把那些在日本国内 滞销的东西全部倾销至北平 可谓一石二鸟啊 商户们个个敢怒不敢言 因为自打北平沦陷 日本人就逐渐掌管了 全北平的物资供给 想要开铺子挣钱 所有的东西就都得 从日本人手里过 价格不公道 得忍 商品以次充好 也得忍 忍不了 那您就只能关门大吉 回家喝西北风去 齐天佑也是如此 即便一万个不愿意 也只好捏着鼻子 从日本人那儿 进了十丈绸缎和一些布匹 他心想 这冬天到了 总有人家要做新的 凹子和棉袍吧 收货的那天 日本人给他们送来了 一堆东西 想着日本人向来鸡贼 这东西只会少不会多 所以店小二也没仔细清点 草草收进库房就忙别的去 结果谁知道 派货的日本人 这次偏偏就犯了糊涂 原本应该给的十双交鞋 给派成了二十双 等到全程物资发放完毕 清点总库存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 有十双鞋的账对不上 于是赶紧全程搜索 挨家排查 是要把这十双鞋给翻出来 查到齐天佑这的时候 老人家还觉得莫名其妙的 自己本本分分做生意 怎么会污了日本人这十双鞋 何况我开的是布铺 我不是卖鞋的鞋铺 我要这鞋也卖不出去 正想着呢 气急败坏的日本人 就从他库房里拎出了这十双鞋 这么一来就出了大事 日本人是断不可能承认 这错是出在自己身上的 所以二话不说 把齐天佑压到了街上 强行给他套上了之前就准备好的白砍尖 砍尖上写着两个红色大字 肩上一把年纪的齐天佑啊 就这么着被人压着在街上始终 他浑身颤抖看着周围的人 觉得似乎认识又似乎都不认识 羞耻和愤怒已经冲昏了他的头脑 可日本人偏偏还逼着他不断大喊 我是奸商 我多收了货物 我是奸商 多年来清白经营的声誉就这么毁于一旦 齐家人的颜面更是荡然无存 恍恍惚惚走了两条街 齐天佑的嗓子已经寒哑 腿也渐渐失去了知觉 他看着高耸的城墙和周围缓缓流过的护城河 突然觉得这一生的阳光都在此刻耗尽 所以身子一歪倒进了河里 等尸首被人发现已经是第二天清晨 父亲自杀后 齐瑞轩大病一场 很长时间没缓过神 他本以为隐忍可以换来一时的太平 可偏就是家里最温和最老实的父亲 竟然因为这么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白白送了性命 他痛苦绝望 可又深渊无门呢 谁曾想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等着他呢 风雨飘摇的齐家 眼看着就要土崩瓦解 随着战事的吃紧 日本前方供给不足 所以要从占领区大量的调动日常生活物资送往战场 米和面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步 但是战争年代 整个中国的生产水平本就是有限的 短时间内要调送大量的粮食去往前线 必定会影响后方百姓的正常生活 可日本人才不在乎这些 中国人的命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是命 为了维持社会运转 他们用一堆过期的粮食混在一起 磨成了所谓的共和面 向北平的百姓们兜售 这共和面根本就不是人吃的东西 一股子嗖味不说 加水不容易热不化 只能勉强捏成个硬团往嘴里嘴 大人的身体结实 勉强能忍 可这小孩子怎么受得了这个呀 其家最小的丫头妞子就完全无法下咽 她宁可饿着 也不吃这猪都看不上的东西 哎呀 其老爷子心疼啊 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 给小丫头换点人能吃的东西 但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有钱 您也买不着东西 原本健康的孩子 就这么着慢慢的没了生气 枯瘦的脸上 欠着大而无神的眼睛 仿佛这北风一吹就要没了似的 没保住父亲 不能再护不住闺女吧 齐瑞轩为了妞子的一口吃屎 不惜拉下面子四处奔走 也许那叫山穷水尽必有路 就在一家老小揭不开锅的时候 多年前就出城抗日的瑞全竟然回来了 他说呀 中国的抗日军在华南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一直称霸欧洲战场的德国也即将战败 日本颓势已现 现在正是反攻的大好时机 这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但其中暗含的希望和力量 却足以让瑞轩重新振奋起来 他听从弟弟的安排 进入到蓝东阳当校长的学校任教 任务是保住中国的下一代 让他们不要被日本人的教育给洗脑 与此同时 钱莫寅那边也说服了高地 参加抗日 两个人各自奔走 以劝说更多的人加入到抗战的队伍中来 被日本人压迫了多年的北平人 终于因为退无可退而团结在一起 他们不再陷于家喻国的矛盾中而执着不前 也不在乎个人的生死与安危 一时间希望的火苗从四处燃起 满城尽是吹不散的勇气 终于德国意大利无条件投降 百万苏军涌入中国东北 北平的日本人开始慌了 撤退的撤退 低头的低头 八年抗战至此 终于画上句号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 整个北平啊 都为之沸腾 洋洋洒洒百万余字的四十同堂 到这里就结束了 他讲述了一群平凡人平凡的抗日故事 但是这本书仅仅讲述了一个有关反抗的故事吗 当然不是 老史先生在这部小说中最高明的做法是 从一个战争亲历者的角度 真实剖析了我们要反抗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 在四十同堂中 除了各形各色的中国人 还有许多性格各异的日本人 比如那些羽族 他们虽是日本人 但在日本社会根本没什么地位身份 他们每天和这些不知道什么罪名的中国人打交道 干着日本人眼里最下等的活 再比如日本教官山沐 儿子战死河南 他也得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宣布那是自己最大的光荣 这些日本人 与其说他们天性残暴 不如说他们只是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傀儡 如同汉纳阿伦特在爱西曼在伊路撒冷这本书中提出的 恶的平庸 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 他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 当然这么说并不能赦免他们的罪恶 而是说我们应该看到罪恶之下 哪些是集体责任 哪些是个人责任 在这部小说里 老水先生还描写了一个日本老太太 北京沦陷不久后 她随家人一块搬进了小洋圈胡同 老太太生在加拿大 长在美国 后来跟着父亲到伦敦经商 因为游历过广袤的世界 所以她知道 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个彻底的错误 可她没法对日本人说 说了他们也不会理解 她只能找到瑞轩 利用流利的英语 告诉她自己内心的愧疚 说杀戮和残暴是日本人的罪恶 而日本必将战败 可以说这个老太太 虽然有一个日本人的身份 但她和那些在中国的土地上 大肆屠杀的日本军人大不相同 她是理智的 慈悲的 能看清中国人民的苦难 也知道像山沐一样的人的悲哀 所以日本战败的那一天 在小羊圈胡同里的人纷纷走出家门 想向这个昔日邻居报仇血恨的时候 瑞轩却及时赶到 一脚插到老太太和愤怒的众人之间 大声的说道 她 这个日本老太婆 是我们的朋友 这是四十同堂最绝妙的一笔 正是这一笔将日本普通人民 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划分的清清楚楚 老舍先生借瑞轩之口告诉读者 一定要看清楚 我们真正要反抗的 是借着解救之名 大肆侵略和扩张的日本军国主义 而不是和我们一样生活在战争阴霾下的日本国民 他引导我们思考 参与这场战争的日本人 有多少是罪有应得 有多少是迫不得已 还有多少像这位老太太一样清醒而孤独 只有分清楚了什么该反抗 什么不该反抗 我们才可以真正从历史的悲痛中走出来 走向未来的光明与幸福 好了 时间的关系 今天就给各位说到这 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